關於撒西米下鍋炸起鍋炙燒 牛小排也一樣油炸一分鐘 高檔食材通通來高雄這家知名鹹酥雞 小爽街店面卻爆出同時間 八人群聚染疫 很少開放內用卻一次就中招 老闆頂文說這波傳染力真的強 脫口罩抽菸就中獎 還是同一批客人 無法管制客人在門口抽菸 講電話也提供洗手台酒精實名制 該做的防疫都做了 還是破功讓老闆好崩潰 原來當天晚上同一批客人 十位到店裡面聚餐 員工老闆都沒事 只有一名工讀生確診 就是因為他到外面脫罩抽菸 遇到十一人中已經八人確診 感染力之強讓老闆也擇舌 結果我的員工到中午的時候 全身貪圖或什麼症狀都有都來了 甚至我眼睛已經腫到 腫得很嚴重 就是很像快打不開這樣子 染疫工讀生症狀劇烈 眼睛腫到打不開 上吐下瀉好像腸胃炎 全身貪軟又發燒 看起來不只小感冒這麼簡單 高雄市在下個禮拜 學童就開始要打莫德納的疫苗 高雄市長居然開第一槍 說國小學生下星期開始打疫苗 另外排出所還免費提供 六千劑快篩送給娛樂業 要加二十萬元大方送 全民買單 高雄市解釋 目前盤點疫苗庫存 下星期做好準備 只要核准就能迅速開打 兒童疫苗 藉著高雄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